希望基金捐款破7500万 希望基金捐款破7500万!2018年6月18日 在Facebook上分享!分享到Twitter! 吉隆坡18日序,大马希望基金已突破7500万令吉的捐款!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! 根据财政部所发出的数据,截至今日下午30,该基金共筹获7509万6295令吉四仙! 对此,日本广告市里大学教授诺哈伊扎形容,马来西亚人具慈善家性格,这可从人民对于大马希望基金的慷慨结囊看出! 他说,这样的举动显示大马人的爱国精神,更可以形容他们为爱国百万富翁 他说,在美国,爱国百万富翁的名号习与那些自愿缴更多所得税或做出捐款,以协助平衡社会的贫富差距 他说,从经济的角度来看,国家还是有能力寻找其他收入,以偿还债务 这可从国际信贷评级公司惠誉,Fitch,给予大马A,的评价,且拥有稳定的未来看出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! 他认为,人民是自愿捐献给大马希望基金,以协助政府和国家 他说,这或许出自于人民的同情心,人民可能觉得政府在落实零消费税后,收入会减少 这里 Hulk建议设议,在较稳定的那里,人民也愿意购助政府解决一马公司的债务 此外,人民也想协助政府解决义马公司的债务 另一方面,政治分析员苏克里指出,大马希望基金应直接由大马税收局直接管辖,又或在国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予以监督。 他认为,这可避免大马希望基金被指为政治基金。 他说,捐献希望基金可获得一令吉对一令吉的税务减免也令人担忧,很多人捐款或许只为了扣税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他认为,税收是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,因此政府应该检讨上述的扣税制度。 他强调,希望联盟现今已是政府,因此必须关注人民的需求和福祉,何不是一再地玩弄政治。